最近土耳其的流感特别厉害 这小牛的抵抗力又不行了 好的,39度3了 现在晚上12点多,带来去看医生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静 最近土耳其真的是一个流感大爆发的一个季节 尤其是针对孩子们的 就是娜娜的幼儿园前一段时间生病的时候 最多的情况下可能一个班就有两三个学生了 很夸张的 而且她这个病毒的话 特别的这个真的是可以跟新冠病毒相提病毒了 孩子只要感染的话全部都是高烧 而且是烧到将近40度的 娜娜你看可以看到视频的时候 她那个时候是39度3 但是到达医院的时候已经烧到39度6了 而且我们是发现她高烧 然后给她吃那个推烧药是完全不管用的 就是吃了推烧药一点温度也没有降 实在没办法了 本来是想着早上的话有医生会好 晚上的话一般都是急诊嘛 医生相对来说没有白天的医生好 想着拖到早上去给她看 先吃个推烧药 结果不管用 然后我老公就慌了 就说你在家等着稍微休息一下 看她这种高烧又听到朋友又说了嘛 差不多要坚持四天左右的情况下 然后说要打一个持久战 然后我老公让我把孩子送到楼下 他就开车停在门口 然后我就回来定了脑龄信仰 然后我老公是让我休息 但是孩子生命怎么能睡得着 在家还是干着急 一直就是等啊等 等了好长时间 那个我老公都没回来 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又打电话 问什么情况 然后我老公就说了 医生说了 这个需要就是挂那个书页 而且可能晚上要住在医院 如果这个事物退不下来的话 因为肺部已经有 有一点点感染了 那呢就是第一次肺炎的时候 可能是六个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之前是 差不多六个月之前的话 一直是在郑州嘛 然后最后我们不是 在佛山买房之后嘛 就搬在佛山住了 因为老公工作什么 各方面比较方便一点 之后可能从郑州 搬到这个佛山之后 这个怎么说了 环境可能是不太适应 就突发性的感染到那个肺炎了 也是差不多输液输了 是第四天 然后医生说不用输了 那个这是相对第二次 肺炎有炎症 然后是在那边的时候 直接挂上了水 然后但是温度一直不降 最后没办法 打了两个退烧针 之后呢 那个温度才慢慢的降下来了 然后我老公说 他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回家嘛 因为在医院的话大家也知道 孩子也不能休息好 然后说是 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空想 能不能回去 然后医生说 这个情况他烧退了 你再观察一会儿 如果没有烧起来的话 就回来 大概是晚上三点多钟的时候 从医院回来 然后手上这边打了一个 那个直流针 医生说 因为不想让孩子再受罪 打第二针第三针 托了起这个儿 不相当苦 有那种儿童针你知道吗 那个针小小的扎上去 他们这边那个大人小号 全都是大号针 之前不是是 他说身体内 急需一些维生素吗 上次输过一次 我看到那个针针的时候 我老公不是那时候在希腊吗 我是哭得哗哗的那种 本来我恐着啊 我们别看这么大人 天不怕地八八 但是特别怕打针 我现在打针 我还哭得那种 所以说 娜娜之前的 一方针什么的话 都是她爸带她打的 就是她爸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忙的时候 也是让我家人 跟着我七块 去医院帮她打的 这一次的话 也是她爸带她去打这个针 然后医生说 明天看看 如果再让她 输一天消炎夜 就是没问题的话 之后再去 然后第二天早上 九点钟的时候 我老公又带着娜娜 去挂了两瓶水 回来 然后是 还包含着吃药 然后另外呢 又去第三天的时候 医生一看 两天没有发烧了 然后就没有给她吃药了 可能就给她一些消炎药 然后加了一个止咳药 回来了 因为我们送的 还算比较及时 然后直接又挂上水了 所以说就直接是 差不多三天 两天是有发烧 第三天的时候算是降下来 到现在 但是朋友的孩子的话 是吃药 也是是那种情况 高烧不对 但是就是没有说 也是医生建议挂水 但是朋友坚持没有挂水 但是孩子也是 遭了四天最高烧 这个病毒真的是 很恐怖很恐怖的 到现在差不多 娜娜已经有一周 没有去幼儿园了 然后他们幼儿园的 以前的话 大学生还有学生 经常有一些 什么运动课 游泳课呀 还有室外什么课 全都是混在一起上的 现在他们已经 全部分班制了 就是一个小班 一个小班 然后只要 有一点点咳嗽 或者有一点溜皮 的话就 杜绝 然后送去医院的 因为 这个传染力 特别的很 Nana 听他们老师说 他们班上 本来小班的话 有12个学生嘛 现在好像只有 两三个在上课了 然后第一波已经过去了 但是第二波交叉感染 又再起来了 Nana的抵抗力不太好 所以说我们也决定 短期 不把他再送去 那个学校 让这个刘短 稍微过一下 因为太恐怖了 真的是高手不对 孩子一生病 真的是做大人的 我老公是 他熬白天 然后我熬后半夜 就这样熬了两三天 熬过来的 想了想 还是说健康第一吧 稍微让他再还一还 然后顺便再说一件事情 就是 我老公那个 不是我们全家的希腊签 被寄之后吗 我老公很寄丧 本来还想说 再去申请一个 结果他朋友说 因为我老公是想 需要办三次欧签之后 他想申请去美国的签证 因为我们俩去了 国家也不算少 但是美国的话 确实还没有看过 然后我老公想去那感受一下 然后就是说 需要三个欧签证 他朋友是建议他办法国签证 但是我们就不能跟着去的 不然的话 家庭签的话 还是要被记的 所以说可能是我老公 是过几年要去法国 我现在正跟他商量 到时候能不能 他去法国的时候 我去伊朗 确实还挺想 小姑子还有公母婆婆的 想回去看看 但是我老公又觉得 伊朗现在这个状态的话 还是不想让我回去 真的是天天之日啊 一事未平一事 反正就是看看吧 等到他从法国回来 说如果去泰国 机票便宜的话 最终还是想要去泰国 因为第一是那边 就跟你说呀 我们主要是一年到头 想来一个放松 就像去一些城市的话 不太熟悉啊 或者是什么的情况下 就是不够放松 泰国物价相对 其他旅游城市的话 又比较低 但是它那个服务 怎么泰国的游业 还算是服务 还算比较 相对来说坑 没有那么的多 然后是又可以带娜娜 去晒晒太阳 游泳泳增加一下 体质 到时候看看票价吧 如果合适的话 直接飞泰国 如果国内的感染力下降了 然后再带娜娜 飞国内一段时间 因为现在回国内 还是八天隔离嘛 万一在路上 如果被感染的话 可能隔离的时间 还要相对久一点 好了 这期的视频先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 最近也是国内一个高峰嘛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复 然后尽量是减少 纠缠感染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金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